我国实在是太牛了 这一波操作 真的是把老美和日本都惊呆了 要知道核聚变这个东西 老美和日本都已经研究了大半辈子 结果还是没研究出来一个什么名堂 这时候我国如同一匹黑马 杀了出来 我国刚好进入这个领域 所取得的成绩就直接领先了美丽 可把他们气得不轻 那么我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说到这儿 欢迎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咱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全世界只要有一点能力的国家 就会努力去开发新兴技术 为的就是提高自身的实力 现在最受欢迎的 那就是核聚变 关于核聚变这个方面 老美和日本那真的是祖师爷 他们每天不是在研究它 就是在研究它的路上 为的就是希望把他们给琢磨明白 但是他们已经研究了几十年的时间 核聚变神秘的面纱 他们仍然没有把它给接下来 这也让他们非常的头疼 估计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我国这些年对他也相当感兴趣 就在前不久 我国在这个方面 已经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那就是我们的人造太阳装置 已经成功地实现了 长达1000秒的聚变放电 老美和日本在得知之后 那真的是金的下巴都要掉了 估计人都已经傻了 每日研究几十年的核聚变 究竟是什么 核聚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毫不夸张地说 它不仅对我国以及美国日本有用 对全世界所有生活的人类 意义都非常重要 真的是小弩牛竟然牛逼到家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他一提出来 就在全世界受到了广泛关注的原因 除了核聚变还有一个核裂变 现在人们差不多已经把核裂变 给琢磨得明明白白了 并且也把它投入到了正式使用 比如说现在使用的核电站 它使用的就是核裂变技术 也让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还真是母牛踩电线 牛逼带闪电 相比于传统的燃煤发电来说 核裂变领先他们好几个档次 它在发电的过程中 压根就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而且发电功率完全就没得说 还真是老奶奶过马路不服不行 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要是它一旦发生事故的话 这一些放射性物质泄露出去的话 方圆树百里 全部都barbecue 直接和阎王面对面了 整个地方瞬间秒变无人区 说是阴曹地府也不过分 而核聚变发电的话 压根就不存在这种现象 因为它的核燃料放射性 低到不能再低 退一万步来说 哪怕真的发生了泄露 周围环境也和没事人一样 并且它的价格非常便宜 完全就不用担心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真是蚂蚁般青蛙鼠尸顶呱呱 并且它的工作效率 也要比核变高许多 这对每个国家来说 都是吸引力巨大的 人类只要突破这一项技术 能源危机直接和我们说拜拜 中国凭啥一出手 就领好了每日两国 我国还真是不明 则已一名惊人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之前的我们唯唯诺诺 现在的我们重拳出击 看谁还敢在这个方面 瞧不起我国 直接后来者居上 我国现在在这领域 绝对是走在全世界前列的国家 这也主要和我们的努力有关 我国不达到目的 绝不会罢休 不过这种形容和西方国家的不一样 我们都是褒一词 为了把这一项技术给研究明白 我国真的是花费了巨资 哪怕手里边没什么钱 对它也是毫不吝啬 还在国内建造了 许多个核聚变反应堆 每天对它进行大量的实验 失败的次数也不少 但我们仍然没有放弃 毕竟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一种精神 每日两国是永远做不到的 在最近我国就获得了一次成功 那就是 一次聚变时长 达到了1000秒以上的长迈充放点 这真的是小母牛到南极牛逼到了极点 要知道西方国家努力了这么多年 他们最长也只达到了400秒 我们已经是他们的两倍之多了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虽然取得了这么优秀的成绩 但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努力的脚步 以前都是我们落后于他们 现在在这一方面 他们想要追上我国的话 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你们认为未来 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吗